哈囉大家好我是依芬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不知道各位女孩們有沒有覺得 欸為什麼22歲大家還會覺得 欸你很年輕是個少女 但是25歲大家就覺得你是親手女了呢 嘿對沒錯 這就是我現在也很困惑的一個問題 對我現在25歲 但是呢在你19歲的時候過了3年 22歲 22歲的時候 大家還是會覺得19歲是少女 22歲還是少女 但是你22歲一樣過了3年25歲 當22歲到25歲他就會覺得 欸22歲你還好年輕喔 天啊你太年輕了吧 但是聽到你25歲就 嗯是個親手女 到底是為什麼呢明明就一樣是差3年 就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應該算是女孩的壓力吧 然後以前啊以前被叫阿姨 就可能22歲23歲的時候被叫阿姨 會很生氣 就覺得說我還年輕 為什麼 你憑什麼叫我阿姨 對啊或者是那種裝可愛的叫你姨姨 我也不能接受 但是到了現在這個年紀呢 就是 嗯 因為其實我也真的當人家阿姨了啦 所以 就已經對阿姨這個詞很釋懷了 就是小朋友回來說 欸阿姨 我就欸嗨弟弟 嗨妹妹 就會變得就是很接受自己就是一個親手女的這一件事情 而且阿以前在22、23歲的時候 明明就跟現在差個兩三歲 那時候出去喔 出去然後大家還會就是問你說 就猜我幾歲的時候猜我說 欸你成年了嗎 然後或者是你應該18、19歲吧 但是現在25歲到了這個年紀 居然 我覺得我的外表沒有差很多阿 但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如果叫人猜年齡 他們就開始就猜25了 就沒有人在覺得我沒有 就是未成年或者是 才18、19歲 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 然後關於保養的部分 嗯 以前看到那個 S牌的那個 最有名的東西是青春露 然後我看到青春露這種東西 以前的我 我知道我講會得罪很多人 但是以前的我真的覺得 這是 呃有點年紀的女生在用的 我從來沒有想到 我好像也該用青春露這種東西了 但是 有廠商先幫我想到了 所以呢 嗯 我今天要帶給大家的是 這一瓶 植蕊糖的青春露 呃 它很現實 我可能 我覺得我現在 因為我剛剛有說了 我22到25歲的心境的變化 整個環境 就是 對我稱呼的變化 怎麼看我的 整個就是完全不一樣了 我已經是 親手女了 所以 我好像真的有點開始 學到這種東西了 然後 當初就是 接到的時候 我心裡還想 我是不是 老很多了啊 呵呵 或者是其實 常常是想要給我媽媽用的 嗯 心裡其實很多OS 但是我覺得 人還是要面對現實啦 就是 嗯 青春不等人 所以我們只好用 青春露這種東西來 Hold住青春 應該是這樣吧 好啦 這一支是 植蕊糖的 青春露 植蕊糖的青春露 呃 他們家的產品 我之前有用過 用的是那個 洗臉的 他們洗臉的產品也很特別 他們是 潔膚油喔 潔膚油 它不是卸妝 它是油 但是就是 是清潔洗臉的 非常的特別 然後我之前有寫文章 你們可以去看 然後 現在我拿到的第二支產品 是這個 植蕊糖的 白桃水嫩青春露 他們家的產品 我是真的很喜歡 因為他們的 出發點很好 他們是MIT的 是台灣的品牌 然後台灣製造 而且就是 他們就是 很提倡 就是環保之類的液體 而且他們是 提倡的是純素保養 就是他們的 一切的原料 都是素食的 所以就是 不會去 殘害 就是 動物啊 這些的 然後這是 他們的新產品 我第一次拿到 然後我已經用了 連續用了 一個多禮拜了 我覺得還不錯 我已經用了一個多禮拜了喔 我變年輕嗎 好啦 我現在要認真介紹 這一支產品給大家了 這一支 植瑞糖的白桃水嫩青春乳 然後 它的 瓶身其實蠻有質感的 他們的保養品都是這樣的瓶身 就是很簡單 很簡約的感覺 然後 這個瓶身就是 按壓的瓶蓋 接下來就讓大家看看它的質地 有沒有 它是透明的 然後 它非常的水 有沒有 它有玻尿酸的成分 所以它可以保濕 像前一陣子啊 天氣很冷 而且重點是很乾 有時候乾到就是 兩側啊 你臉頰都超痛的 就是有一點脫皮 然後我都會用它 當作睡前的保養 就當作精華來用這樣子 然後它裡面還有 傳銘酸的成分 傳銘酸大家都知道 就是美白的 超適合我這種 黑皮膚 我超需要美白的耶 雖然現在跟夏天 比起來已經白多了 但是我覺得還沒有完全白回來 然後裡面還有酒釀的成分 酒釀的成分 好像就是可以讓 就是讓人看起來更年輕 應該是這樣吧 它整個的那個延展性很高 因為它整個就是非常的水 呃非常易重的 不會說黏黏的 所以它整個延展性很高 就是可以一滴可以差很大的面積 而且呢 它的那個吸收度很好 就是它很快就已經被皮膚吸收了 然後再稍微拍打一下 然後再用就是 手上的溫度去 就是讓它吸收得更好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它們的中藥成分 因為它們是白桃水 那青春露嘛 所以它還有一個桃果的萃取精華 它可以精緻啊 就是拉提皮膚之類的 就是可以 之類的 讓我鬆弛的皮膚往上提 我這一次就是一個多禮拜之後用下來 我覺得它很保濕就還不錯 至少這個效果是馬上顯而易見的 而且重點是它的那個 不會很 不會很黏 很清爽 不會黏黏膩膩的 有時候常常黏膩的保養品真的是 覺得很討厭 但是它完全不會 就非常的清爽 好 人生第一支青春露分享 希望我用完這支之後啊 大家可以就是開始 身邊的人 周圍的人 不論是的人 開始可以跟我說 欸妹妹 你成年了嗎 妹妹 你是不是十八歲啊 哈哈 現在對我來說 這真的是蠻開心的 我知道一定還有很多就是 可能年紀就是比我長一點的人 然後覺得說 那沒什麼 你還年輕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 呃 我自己是從 自己是覺得從二十二到二十五 就這一小段時間怎麼差那麼多 所以就是一點點的心境分享 因為真的 從二十三二十四歲以後 就覺得年紀 其實時間過得好快喔 歲月真的很不得人 我相信這一點 應該大家都很有共識吧 因為它是純素保養 所以它們的成分比較單純 市面上太多就是 保養品啊 化妝品啊 它們的成分太多化學 太複雜了 而用的不一定 就是可能會傷皮膚之類的 但至少它們的就是 純素保養 然後 成分很單純 而且它們的出發點是為社會負責任 所以呢 就是 嗯 會用起來會更安心一些 以上就是今天的小分享 喜歡影片或是有同感的朋友 不要忘了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呢 按讚我的粉絲團 粉絲團是什麼 按讚我的粉絲團 分享影片 謝謝大家 那祝大家呢 新年快樂 狗年新大運 大家都可以 發財 我也想發財 好不好 新年快樂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